两个工人将手里的水晶不断拉长 同时像搓麻绳一样 向着不同的方向旋转 看似简单的一拉一拧 却无不体现着匠人的高潮技艺 这就是重达68攻击 知行水晶吊灯的制作过程 放入模具中成型的就是 24个旋转数字挂壁之一 使用水晶吹管 从温度高达1300摄氏度的熔炉中 取出制作水晶底座的原材料 整个制作过程都是由两个人协作完成 将水晶放入到碗形模具后 在压力机的作用下成型 在慢慢冷却至室纹 同时也释放了内部硬力 防止发生开裂 模具成型的灯座往往表面粗糙 所以需要利用喷灯对其进行加热 这样会使其表面更加光滑 小伙用它深邃的眼神 注视着每一个工作细节 在灯座原料中添加了24K金粉 这样在放入烤箱中烘烤之后 就会打造出红色的水晶色泽 使得整个水晶吊灯看起来更加沉稳大气 在制作过程中 水晶随着温度下降 会逐渐失去可塑性 所以需要拿回到熔炉中反复加热 水晶灯的灯罩则是采用人工吹制而成 水晶用钳子拉长 然后通过工人吹气 使水晶充满整个模具 冷却成型 在表面贴上精美的贴滑 加热使其和水晶完全融合 抛光之后 将制作好的所有零件进行组装 物理堂皇的树枝型吊灯 完全由手工打造 但是再完美的事物也是有缺点的 你们说这样一个完全由手工打造的水晶吊灯 卖多少钱合适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